天啊 天啊 師傅 我也想要成為霸氣的周王何宜 怎麼稱呼 我叫Tank 什麼 Tank 你怎麼那麼斯文 你比較霸氣一點叫什麼Tank Tank Tank對不對 沒錯 我們現在要做的動作是什麼 今天要來殺 魷魚 師傅你這個動作太好了 我覺得真的是一個很好的一刻 真的嗎 因為這個很多家庭主婦在家裡面 要把這個魷魚拆得漂亮 切得漂亮不容易 對 沒錯 師傅一開始我們要怎麼做的 好 首先我們先把這個魷魚轉過來 它裡面的話會有一個連接處 這兩根 那我們就先拿剪刀 來 你一個口令我一個動作 好 剪下去 剪 OK 剪開了 好 對 這就是它的內臟 這不能吃嗎 對 這不能吃 這一定要把它拆起來 對 沒錯 那我們就先把它放在旁邊 尾部這邊把它剪下去 好 剪到底嗎 對 剪到底 在底 對 在底 在底 剪斷嗎 好 差不多了 好 OK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 有一個內臟 好 我們就是先把它洗一下 把這些內臟全部給它排乾淨 好 洗一下 洗一下 這種就是不能吃的 對 這些看到的這個 對 沒錯 洗乾淨就對了 對 白色的部分也是把它取出來 好 這些都不要 好 這些 第一次這樣洗 因為通常都是我媽媽在用 對 用好 準備好 對 媽媽真的辛苦了 對啊 師傅 乾淨喔 我洗得非常乾淨 乾淨 乾淨 我們這邊中間有一個 塑膠的軟管 有 我看到 我會摸到 這我們稱之為 魷魚的軟管 剝起來把它取出來 它有可能會小斷裂一下 有 拉出來 厲害 對 有 我們有時候 這就是我們的軟管 對 尾巴的部分完成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頭部的部分 這邊剪 對 沒錯 差不多 清洗一下 好 那這個部分就沒有特別的東西 要再把它拉出來了 有 對 它有兩個部分 你要把它取出來 哪裡 第一個步驟呢 我們可以先從嘴巴這個部分 龍珠 龍珠嘛 這個部分叫龍珠 它的嘴巴 對 沒錯 膠岩龍珠 或者是什麼鹹酥雞灘 對 這邊的話我們就是 把這邊剪一道下去 這裡 沒錯 對 這樣 就是把它 然後手 我們手稍微把它翻開一下 翻開一下 然後我們把龍珠取出來 還有它旁邊那兩顆眼睛 這是龍珠 這是龍珠 然後接下來就是我們把眼睛的部分 取出來 取出來 對 好的 好 這樣的話就是整條的魷魚了 交給我 OK 師傅 你看得出來我之前有在廚房裡面 做過事情嗎 看不太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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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對了 因為我的專長是 我在廚房裡面是洗碗跟倒垃圾的 好 老闆 現在要做什麼 現在我們要處理這隻螃蟹 然後這個是它的肚子 通常都是這樣開的 對 通常都是這樣開的 煎的就是公的 對 沒錯 有一點 蟹膏 這個 那我們現在要看有哪些東西不能吃的 這個不行吃 這不能吃 對 這是它的腮 對 肺葉 對 肺葉 我們就把它剝掉 對 那還有連同它的嘴巴 對 一次把它剪掉 還有心臟也不能吃 對 那今天怎麼沒有看到它的心臟呢 為什麼呢 因為它黏在殼上面 因為我本身對螃蟹也是相當有研究 這個 跟心臟都太冷 太涼 對 它的心臟 算搭的耶 把這些不要的東西都把它拿掉 稍微清洗 對 清洗一下 那基本上這樣子 再來我們就剩下分切的動作 這個我來就可以了 我很喜歡吃螃蟹啊 本身自己喜歡吃粥 對粥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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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海鮮也有興趣 對 我就把它合在一起了 海鮮為主 對 那再來我們從中間把它剪半 相當肥厚喔 如果自己在家裡煮粥 盡量保留 因為這個煮到粥裡面 會非常鮮 對 而且它會完全化在粥裡面 流口水 學習好煮海鮮粥 好 接下來是要學到 最精華煮粥的技巧 是 厲害厲害 師傅 那這個黃黃的是正常的嗎 黃黃的是把它清洗掉 現在這個步驟很重要 因為海鮮一定要清洗乾淨 出來才會好吃嘛 對 沒錯 才夠新鮮對不對 對 沒錯 高湯 是用什麼熬的呢 我們的高湯其實滿簡單的 就是雞骨 蔬菜 然後柴魚 香菇 喉等等 雞骨為主啦 是雞湯 對 好 它基本上算是簡單 因為我們就是用大量的 海鮮料 對 讓這多粥去提鮮 有點像你在吃火鍋的感覺 你去吃火鍋的時候 你會發現 一開始那個湯好像還好 對 可是當你把全部的肉 跟菜都煮進去的時候 這個湯總變這樣 精華都在裡面 對 所以今天我們煮粥的概念 大概就是這樣子 對 等它的湯滾了之後 我們先把剛剛撒的這隻螃蟹 對 先把它入鍋 下去熬 因為它的肉比較厚 對 比起其它的海鮮 它需要比較長的時間 其實也要對海鮮要有了解 對 哪些東西是快熟的 就慢放 對 這我來做就好 OK 像現在這個狀況就可以 我一滾就可以了 對 這個裡面一整隻耶 現在已經可以聞到雞骨 跟海鮮的 新鮮的香氣了 那這個汁我就不要囉 汁就不要了 好 待會就要放我們的粥 其實它已經是粥了 那它麻煩的點就是因為 必須要先洗過 我們米來先洗過 對 那洗過之後它表層 是不是就會有水分 對 它裡面也會吸到水分 之後呢 我們再泡一段時間 再拿到冷凍室裡面去冰 喔 冷凍 對 你知道為什麼要冰它嗎 不曉得 我們拿到冷凍室去冰的時候 米裡面有含水分嘛 嗯 那 熱脹冷出的原理 體積會變大 對 水的體積變大 那米就會被漲破 OK 對 米被漲破的時候 那它的粥米就會釋放出來 你剛剛說什麼 它的粥米 它在暗 對 OK 那個粥它就會被釋放出來 如果自己在家煮粥的話 是可以 先冷凍一下 對 好吃的秘訣在冷凍 這記起來 所以它的前置 算是滿麻煩的 交給你囉 好 對 像這個時候 我們把粥下進去了 我們這時候需要 不斷地攪拌它 攪拌 用那個 這個叉子可以嗎 可以 沒問題 然後我們就在裡面旋轉 它現在已經那種蟹黃 已經煮起來了 對 看起來就像蛋黃 這個一定鮮美的辣 我剛剛看到他們有加很多 很豐盛的海鮮 加什麼都可以 蝦子 花枝 我們剛剛認識的 是 魷魚 花枝 那個氣都可以加 對 因為它都不會互相干擾味道 對 他們都屬於 同一個家族的 這是我們接下來的料 蝦子 蛤蜊 魚皮 虱目魚皮 可以下了 這些料都差不多時間熟 所以我們可以一起下 一起下 那這時候我們就要特別注意 就是它會不會黏鍋底 所以我們要特別再多翻攪它幾次 對 要很長時間的翻攪 對 預防掉掉了 它開始在冒很大的泡泡了 對 它開始從小的泡泡開始冒 冒到現在這個泡泡就是 是 差不多可以起鍋了 可以 你要看它泡泡變大的時候 就是我們起鍋了 對 好的 因為表示我們這個粥的稠度 已經到了 已經到了 口水也一直流了 加上我們的點綴就可以了 什麼點綴 我們點綴有 看每個人想吃什麼都可以加 是 沒錯 比如說我客人如果不要吃 蔥的我可以不加 這樣加 對 但是我認為海鮮粥 這三樣元素是一定必須要有 不可缺少 沒錯 撒在旁邊 交給你了 全下 OK 沒問題 芹菜 芹菜旁邊 蒜頭是一定要的 多香 這你們也自己炸的蒜酥 對 這個它還這樣好看 最後一個畫龍點睛的胡椒 我人生第一碗 螃蟹海鮮粥 好 開動 你好 你們好 這是小菜 哈囉 你好 是 我們今天請問今晚住誰家 來到這個 他就是小菜 我昨天有看你們的節目 昨天才看什麼 我們剛剛看完 對 剛好我們有機會幫你們服務一下 太好了 然後剛好老闆教我 這是我來煮的 螃蟹海鮮粥 現學現買 有什麼樣的服務 我們可以在 我們現場幫你剝殼這樣 對 會不會太多 我們還有其他食材要煮 你們趕快先吃一下 然後這個螺肉也很好吃 黃金泡菜 還有這個鹹豬肉 要我們吃常客 常客 她來吃吃海鮮粥 都這麼漂亮的女生 對 吃了才會變漂亮 好 換藥 拜拜 吃了這樣就OK的 都很開心 對啊 你看 然後他們把所有的食材都吃完 是對我們最大的一個尊敬 這麼一個尊敬 對 就是要這樣 我們再確定一下 再確定一下 確定一下 到底怎麼樣對不對 應該是OK的 有 這個還會打擾一下 吃的口味都還滿膩 你煮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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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有愛心在煮 有 用心去煮的一碗豬 可是少了幫我們剝 所以就有點痛 因為現在 裡面還在忙 現在疫情 就是衛生的東西 沒關係帥哥都沒有疫情 OK 那就OK了 好 不打擾了 不打擾了 真的好吃就好 希望你們喜歡 拜拜 會不會太多 不會啦 我知道你又想 又想打擾 不是 老闆果然是霸氣歪囉 這個真的完全耶 這料也太豐富了吧 這一桌叫做 神仙打架海鮮粥 取得很好 那裡面就是有 螃蟹有龍蝦以外 然後還有蚵仔 有蛤蜊 有干貝 有淡菜 有魷魚 有魚皮 它有粥嗎 有 你放那麼多東西 它是一鍋湯是不是 有空間百粥 還是有家粥 都很高級的食材在裡面 是啊 但是旁邊這個 才是我覺得很特別的 像麻辣鍋 其實它就是一個火鍋 對啊 一端上來的時候我們 這怎麼稱呼它 它叫大四喜 大四喜 顧名思義它就是有 四種不一樣的海鮮粥 分別是 招牌螃蟹海鮮粥 南瓜干貝蛤蜊 那這個就是麻油土雞 那這個也很特別 這就是韓式辣豆腐海鮮粥 異國風情的料理 異國風情的料理 然後其實這個 這一鍋其實很貼心 就是你哪一種都可以試 對啊 你又不用一個人 就吃一整鍋 沒錯 每個都要咬一下 要玩一下 對 來 就吃起來囉 我們剛剛咬的是 神仙打架 神仙打架 來 鮮啊 那個螃蟹 甜啊 它蟹餃都很貼心的 幫我們剪好 對 好粗 還有蟹黃 有沒有 那個老闆教了我 把那個花蟹處理好 那中間的那個蟹膏 直接下去煮 完全都會 它就是雞湯 它一點點鹽而已 是 就是很鮮美 直接就 都不用放其他的調味料 所以是最天然的 健康的 太棒了 就是海味 它自己本身的味道 哇 甜啊 鮮甜 爹長吃到現在 一句話都沒有 代表太好吃了 對不對 對 我們也看到旁邊很多小菜 這個就是魷魚 剛剛那是我洗的 把它殺完之後 我料理對不對 我把它解剖 我發現你們這個是 海鮮是都很新鮮 是你們自己去批貨嗎 對啊 自己來做 對 一定要買好的 就是吃出來新鮮的 這個算是松阪豬 搭配粥也非常合適 你看這個是鹹豬肉對不對 它沾這個 你們這個是什麼醬 你們自己調的 對 我們自己調的糖醋醬 糖醋醬 就是這個味 有點沙啞 這個味道好 好吃到這樣沙啞 韓式豆腐鍋的底 然後把它加海鮮 對 沒錯 我覺得它每一個 每一鍋的那個味道 都很在那個粥裡面 整個都 哇 太 太濃郁了 我剛剛就直接問老闆 原因是什麼 你料就是要放得夠煮 對 你只是放一點點 出不來 味道進去 而且粥一定要煮到這個程度 要不然它就是 會變成飯湯 李長 李長是懂吃啊 帶我們來幾家打工的 都是很好吃的美食 我這個光打得 我也是很入伙 今天很開心 你們來我們這邊 解這個任務 那我也有準備一個禮物 要送給你們 什麼禮物 最合時節的就是這個 烏魚子 一口吃 太棒了 這個我們 謝謝 我們超喜歡烏魚子 烏魚子 這也是你自己做的嗎 對 這是我們做的 太有趣了 那我們就把它做成 一口吃的形式 打開之後 一小口的 一小片 真空包裝的 對吧 真的是一小口剛剛好 像餅乾這樣對不對 OK 謝謝老闆 好棒的伴手禮 該學都學到了 打工也做完了 然後也吃飽了 那我們再來要做的就是 可以請教美麗的李長 吃完最美的軟飯 要去最美的什麼 因為剛剛 要去最美的李 剛剛我們那裡的一個阿姨 希望說就是 我幫他們送個物資 你們要跟我一起 當然沒問題 我們今天就是Follow You啊 真的嗎 我們就是跟你 我們沒有得學 我們奔定你了 好 那我們就回一下里內 好的 好 那我們就先陪里長 去進行下面的 下面的提名服務 好 謝謝你的招待 有空在台中 吃我們最美的海鮮粥 最美的軟飯 身體辛龍 謝謝 世界拉花大賽 拉花大賽冠軍耶 這邊如果不美的話 我隨便你們 你隨便我們嗎 你會有信心嗎 你應該表示真的很厲害 很快速的時間就完成 我是兩個月前 有經歷過拉花 可是跟現在這位大哥 比起來真的是 小空間大陸 這個拉花一定要拉到 這種表面長秘 然後拿起來的時候 你看很興奮的 還會抖 冷藏至少要兩個小時以上 這個也可以熟成 就是Reeding段牛排 真人打工旅遊實境節目 跟著我們一起遠離城市吧 探訪最美麗的台灣風景 趕快訂閱 請問今晚住誰家頻道 記得開啟小鈴鐺囉 鈴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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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